人體本來就應該要年紀越高 血壓越高 不需要特別控制血壓 有說什麼 血壓等於90加年紀的 也有說什麼 什麼60歲以上可以150 然後什麼70歲以上可以160 反正這種荒謬的言論就出現了 哈囉大家好 我是昌哥今天要來跟大家曝解 高血壓的迷思 高血壓迷思真的很可怕 這前陣子啊 我整天出現位奶奶 她只是來打疫苗 對只是打疫苗 我們都會Routine量一下血壓 結果她血壓高達170 瘦瘦壓170 舒張壓110左右 當時看到我就說 奶奶你知不知道你有高血壓 她說我這哪是高血壓 現在的血壓包準不是90加年紀嗎 我70幾歲啊 90加70幾 160 170 170還好啦 不是高血壓嘛 那當時因為人很多 然後反正等待的人也很多 所以我不太有辦法 長篇大論的跟她說 你看了一個假消息 血壓不是這樣子看的 我只跟她說 喔沒有 目前其實1490以上就已經是高血壓 你是已經非常嚴重的高血壓了 需要控制 然後她好像也愛聽不聽的 總之我 確定她沒有不舒服 就是叮囑她 打完疫苗之後 一定要多喝水 多休息 觀察一下自己身體的狀況 總之後來她打完疫苗 沒有什麼事情啦 但也沒有再回診 追蹤她的高血壓 所以高血壓的謠言真的很可怕 那很多人有一個錯誤概念 現在可能大部分 在螢幕前的你們 你們都會覺得說 血壓會隨著年紀越來越高 是正常現象 我跟你說這一點都不正常 一開始我們以為 血壓隨著年紀會越來越高 是正常現象的時候 這個研究其實是英國的一個人口普查 普查說年紀跟血壓的關係 發現年紀越高的人 血壓既然越高 達到百分之百的同步 就會有科學家在那邊提出理論解釋 會不會是你年紀越高的時候 你這個血管B本來就會阻塞嘛 你血管就還越來越小條 所以你年紀越大的時候 那個水管那個會囉 越來越不通 所以你自然而然身體要比較高的血壓 它才可以把你的血 這個送到你的腦袋去 送到你的器官去 聽起來還滿有道理的 所以很多那種自然醫學專家 抨擊西方醫學那些專家 就在那邊說什麼 人體本來就應該要年紀越高 血壓越高 不需要特別控制血壓 有說什麼 血壓等於90加年紀的 也有說什麼 什麼60歲以上可以150 然後什麼70歲以上可以160 反正這種荒謬的言論就出現了 然後後來 醫師科學家去研究發現 為什麼血壓越高的人 他們伴隨著 越來越高的心血管疾病風險 而且直接跟血壓成症相關 140的風險大於130的 150又大於140 160又大於150 總之血壓越高 越容易發生中風 心肌梗塞 腎臟病 這些心血管 這些血管性的疾病 怎麼會這樣 那科學家又重新研究了一番 發現在非工業化的國家 就那些鄉村地區人民 早睡著起生活狀態 生活型態健康的那一群人 然後發現在這一群人身上 越老的人 血壓竟然不會越高 這是什麼意思 意思就是說 在大都市的人 隨著你的年紀上升 你的血壓跟著上升 這完全是一個不健康 不正常的狀況 這是一個病理性的血壓上升 不然你怎麼解釋 為什麼那些鄉村地區 生活型態非常好的人 他血壓並沒有隨著他年紀而增高呢 高血壓完全就是一個疾病 他不管什麼任何年紀產生的高血壓 就是一個疾病 就是應該要控制 因為高的血壓 就跟比較高的心血管疾病有關 那這邊也跟大家分享 這個台大醫院的這個王宗道教授 做了一個 兩岸地區老年人血壓 以及心血管疾病 關聯性的一個研究 總之這個王醫師 他跟這個中國的這個醫師合作 那一起收集了兩岸 60歲到80歲 總共8000多個收案者 那去比較說 這一群人我們分成兩群 一群血壓控制在150以下 也就是大概是130到140幾 我現在說的都是收縮壓 那另外一組控制在130以下 也就是他的收縮壓大概110幾到120幾 那去比較這兩組老年人到底哪一組 最後得到這些心血管疾病的風險 中風的風險比較低 跟大家講結論 對這個Paper非常的新 今年才發表在頂級期刊NEJM 結論就是血壓控制在130以下的這一組 跟血壓控制在150以下這一組的人比起來 那得到中風的風險少了1% 得到急性心臟病的風險少了1% 那得到急性心衰竭的機會少了73% 那整體來講 血壓控制在130以下的這一組 總共減少了26%的心血管疾病的風險 而是非常顯著的差異 那這一個結論就再度告訴你們 第一個不管是年輕人還是老年人 血壓控制越低越好 越標準越正常越好 對基本上不要再相信什麼 啊老的時候血壓高本來就正常了啦 我的身體就是需要那麼高的血壓 才可以支持我腦袋的血流 沒有 那麼高的血壓是可以KILL you 是可以殺死你 它會讓你得到心臟病中風等等 心血管疾病的機會大幅上升 所以生活型態的控制很重要 那如果調整了這些生活型態 血壓還是偏高 那就不吝於趕快找醫師吧 有時候少少的一點點高血壓的藥物 就可以讓你血壓控制的非常好 大大減少你以後心血管疾病的機會 何樂而不為呢 對不對 好那麼這集的血壓破解高血壓迷思破解 就到這邊